结束10年的云端教学 刺激纪兰丹人文学校 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结业典礼 疫情的波及 我们人文学校已经20个月 没有办法上实体课 感恩现在的科技发达 我们能够在云端上学习 感恩我们的家长及孩子们 大家都以感恩尊重爱 互相陪伴 互相的配合 在陪伴孩子学习的过程中 家长和老师也深受词激人文熏陶 发愿加入志工行列 参与这课程后 让我自己更加的了解上人的理念 也是希望可以从这个团体中 献出自己一份的能力力量去帮助更多的人 节业典礼也是学习成果的展现 回顾这一年云端学习的成绩单 也让孩子们见证了自己的成长 我学到了如何孝顺父母 施工杀人 曾说过 行善行孝不能等 跟爸爸妈妈 给我们那么幸福的生活 素食呢 是可以让我们身体健康 而且又可以不用去杀害那些小动物 我了解到其实我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人家都很贫困 然后可以帮助到那些灾民就觉得很开心 孩子们的成长不是一朝一夕 而是点滴爱心的融入 大爱新闻正善美志工 邱世强 刘景惠 马来西亚采访报道